星期一 奥巴马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晤 被乌克兰危机所笼罩 奥巴马总统称 俄罗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他还表示 美国可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我们在审视一系列包括经济和外交的制裁措施 这将孤立俄罗斯 并对其经济与国际地位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已经暂停八国峰会的筹备工作 星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 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宣读了一份 据称是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声明 表示是他要求俄罗斯出兵 协助乌克兰维持和平与稳定 但是俄罗斯的做法 仍然引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萨曼莎·鲍尔的谴责 俄罗斯的做法是对乌克兰危险的军事入侵 这是侵略行径 必须立即停止 但是美国的谴责似乎无法改变 俄罗斯派军进入克里米亚 星期一 俄罗斯部队搭乘军舰进入克里米亚 奥巴马政府无法有效制止俄罗斯 也引来共和党人 对奥巴马处理国际危机能力的批评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 这就是一个无能的外交政策 最终导致的结果 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相信美国的强大了 与此同时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不太可能与俄罗斯开战 前国防部助理副部长 布热金斯基说 普京在看各界有什么具体作为 我认为西方国家没有意愿采取军事行动 我敢打赌普京已经算计好 根据格鲁吉亚的经验 俄罗斯会安然度过这些经济和外交制裁 2008年他派军入侵格鲁吉亚之后 事实情况就是如此 美国与欧洲盟国都在考虑制裁俄罗斯 欧盟外长已经发布声明 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星期四前从克里米亚撤军 否则将面临国际惩处行动 美国经VOA卫视新闻报道